去年12月 红山军领袖拿斗斯里加玛 浩浩荡荡的率领大批友人 擅自闯入电屋 取缔非法赌博活动 猖狂的行径犹如执法人员 而警方终于有所动作 多名定义警员今天前往加玛 位于安邦的住家登门逮捕他 而就在昨晚 加玛的多名友人也一并遭殃 个别被捕 加玛今天在被带往警局前 还特地骑上一辆摩托车 驾到门前 在上警车前连声表示 对警方的举动感到失望 据了解警员从加玛身上 搜出一把手枪 不过加玛有合法枪械准证 因此并不构成罪名 初步报道警方是基于他 非法破坏和闯入电丸中心的举动 逮捕他驻查 不过雪州刑事调查主任 法资的高级助理总监随后澄清 加玛当时并非突击非法赌博中心 有关地点其实是一家娱乐中心 警方是在接获投报 指电家在当天的突击行动 发生偷窃案 才会逮捕加玛和他的友人 协助调查 这已经是加玛过去四个月内 第三度被捕 他之前因为被职发表 含有煽动性的言论 和在安邦方企图闯过警方人墙 而被警方拘捕调查 NTV骑中华宝道 阿姨 好,好,好,好